完成了这个目标以后 我们那个就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又确定了一个新的目标 所以我们要通过这个比赛 不断的总结那个经验和教训 那个其实我们跟强队相比 我们还有很多很多差距 也希望从这个这场比赛里头 我们球员们会学习到更多 能够帮助今后的训练 所以我们在脚踏实地的 朝着下一个目标 再去那个去掳地